今早的这些个股推荐是京东集团9618 简选原因是双十一购物截即将开始 外地电商平台当中阿里巴巴市占率超过1.5% 京东占大约2% 拼多多占大约1.5%左右 阿里市场逐渐被其他公司蚕食 彭博预测阿里今年双十一的商品成交额会跌1.5% 京东会增加8% 主要受惠于品牌数量和商品供应增加 在过去12个月 京东平台上新增品牌和商户数量 比阿里多出260% 比较电商平台上季和今季的业绩 京东的收入和盈利增长预测明显是成阿里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京东上一季经调整的盈利 按年会增长41% 今季增长66% 阿里上季跌4% 今季上升3% 京东昨天收市升了0.7% 报178.2% 教阿里跌3.7%为佳 策略上 京东在业绩增长上教阿里优胜 而监管风险比阿里低 可作为电商平台股首选 上网9月下旬低为$200 策略上 美国星期四会公布通胀数据 以及内地疫情发展牵引短期市况 未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等待数据公布 息口去向更明朗后才部署